我们都知道现在是经济社会 所以很多家庭他们都会通过外出打工 来使自己家里过得富裕起来 我的爸爸他一年世界都在外边奔波劳累 就是为了想让我和我的妈妈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不管我的爸爸他人在外漂泊 可是他的心却永远在我和妈妈身上 爸爸对妈妈非常好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 因为我上学成绩不好 可是我也知道我爸爸挣着钱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就在努力的奋斗 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爸爸缓解一些生活上的压力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恼火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两个人是在高中的时候认识的 起初是因为我爸爸对妈妈的穷摧不舍 所以我妈妈才同意做我爸爸的女朋友 当他们两个人在商量结婚的时候 我的奶奶根本就不同意他们两个人的婚事 因为他觉得我妈妈家里条件比较穷 根本就配不上我的爸爸 可是后来在我爸爸的努力劝说下 他们终于同意了 我爸爸和妈妈两个人结婚 他们两个人婚后的感情非常的好 在结婚之后的一年半里终于怀上了我 家里人也非常的高兴 当我妈妈生下我得知是个男孩的时候 我的奶奶他们更是高兴坏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家庭当中都是处于重男轻女的心理 所以我奶奶他们对我也非常的好 因为在结过婚之后 他们两个人手里的钱不是很多 而且紧接着花钱的日子还在后面 所以我的爸爸被逼无奈 只好离开了家乡出去四处奔波 他每天都很辛苦 因为我的爸爸是在工地上面当一些小包工头 冬天的时候非常冷 站在四五十层的高楼大厦上面 尤其是到了夏天之后 温度达到四十度的时候 我父亲还要用手去抚摸那些钢丁 因为他是在工地上面干一些钢丁活 所以要接触这些东西 每到夏天的时候 我的父亲手上都会被烧成很多的小泡泡 可是不管我的父亲有多么的辛苦 他都不会把这些痛苦 告诉我的妈妈 因为他不想让我的妈妈担心他 可是有一天 当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 打开房门 竟然没有看到我的妈妈 然后我就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因为我出于好奇心 所以就去推开我母亲的房门 可是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刻 我真的傻眼了 自己的妈妈竟然和其他的男人 睡在床上全身赤裸 于是我就把门关了 跑了出去 我的妈妈看见我 就立刻也出来和我解释 他跟我说 根本就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我因为非常生气 就给了他一巴掌 告诉他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的爸爸吗 我的爸爸在外面辛苦劳累 就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 可是你呢 你根本就不顾虑我爸爸的感受 还和这些男人鬼混 甚至把他们带到家里来 你知道 这要是让我爸爸知道 他会有多么伤心吗 我的爸爸 他每天那么辛苦 不管你要什么 只要你一句话 我的爸爸就会把钱打到你的卡里 让你去买一些好吃的 好穿的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我爸爸的感受 就在这时 那个男人竟然还站出来 维护我的妈妈 他说我这样和妈妈说话的语气不对 没有礼貌 我顿时间就非常生气 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资格 竟然敢来教训我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心里很矛盾 因为我不知道 该不该将这件事情 告诉我的爸爸 如果告诉爸爸 他们两个人 肯定会因为这个事情而离婚 所以导致我变成了单亲家庭 可是如果不告诉我的爸爸 就觉得我的爸爸不容易 还要承受这样大的委屈 被他的女人戴上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所以我现在心里很是矛盾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